川普总统突然宣布退出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 您认为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哪些影响 我觉得川普他经过对伊朗协议的这种认真的分析 他觉得美国不应当长期背上这样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而让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不劳而获的 获得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 经济支持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要流氓一耍赖 流氓一摆出邪恶的这种嘴脸 那大家就要用各种好处去哄 哄是哄不好的 流氓不是被哄好的 而且会把流氓灌得越来越强 我想朝鲜是这样 伊朗也是这样 所以我非常赞同川普采取了这样一个断然措施 虽然有一些政客也不满意川普这样的做法 甚至美国的前CIA的局长还公然的发表文章 说这个川普这样会造成安全上的灵患 就好像是川普这件事情做错了 他们以前做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以前美国政府的这些妥协 甚至暗中帮助伊朗的话 伊朗怎么可能会有核武器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一些资深的政客 真应该对过去二三十年里面 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国际战略方面的一些错误 应该是认真的进行反省 甚至是公开的道歉检讨 夏基硕 您刚才已经谈到了 就是刘鹤呀 可能下周会访美 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 又说他肯定要推迟 那么也有一种观点注意到 因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见面以后 川普总统曾经跟习近平有个通话 在通话中呢 习近平说中美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所以他是否会利用中国跟朝鲜的特殊关系 去抵挡或者干扰这种所谓的贸易战 最终呢 中美贸易战可能打不起来 您对这种观点您是否赞成 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只有一种可能会停下来 那就是中国自己主动做出大的让步 那么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 仅仅靠跟朝鲜玩这种其他的牌 来这个想换取美国退让 这是太可能的 只会激发美国的斗志 所以这点呢 我相信是达不到目的 另外讲到了这个贸易跟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 应该说是举足轻重的这种决定性的关系 那当然了 如果是讲中国拿这个东西来说是 如果说美国在贸易上不依不饶 那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但是这一点呢 川普也是经过充分的估量 不会说是因为要违继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一定要长期的让美国处于贸易的不公平和受损失的这种状态 他是没有办法再容忍这样的状态 所以在这之前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做了充分的估计 所以现在无论是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会 美国军方 对中国的态度都是非常坚定和强硬 这是在历史上比较罕见的多方面的一致 当然也有人说了 民主党现在在寻找突破口 如果要是讲在这个方面 川普的战略决策不得人心 那么民主党就可以作为一个发难的攻击点 所以在中期选举之后 民主党可能会大作文章 但是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民主党自从川普就任总统以来一直在找查 包括说这个通俄门事件 这个通俄门查来查去查到最后 那个希拉里的嫌疑和罪恶要大得多 所以现在呢 把火就是引向希拉里自己 这种这个查所谓选举的事件的话 在我看来一个是没有意义耗费纳税人的钱财 再一个呢 也没有办法挽救 就是川普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总统 而且这个任期结束 假如说美国人认同他的这种战略决策和他的经济业绩 包括外交方面的一些举措 就有可能再继续连任下一届总统 如果美国人选择不信任川普 不让他再成为下一届的总统的话 那么民主党还有机会 但是别忘了民主党过去几十年里面的执政记录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人们夸赞的方面 反而呢 在这个价值观上 在很多这个制度方面的这个弊端 使美国的这个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的衰减 所以我个人是不看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 更不相信民主党人能够做出多么有利于美国的举措 比如说那个Sanders大家还记得吧 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候选人 他的那套东西我就极其的厌恶和反对 他搞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说是让所有的大学生免学费 他根本不懂得一个教育体系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个伤害会后果会多么的严重 听起来就像马克思就像毛泽东 说为穷人服务 让穷人得到所有的好处 但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就是说给人们画太美好的乌拓光前景的人 往往是给这个世界造成最深重灾难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